赛道就最先拿出了这个中单露鲁堡奥拉夫这样的一个体系啊 是的 那最后一手OMG是选择了剑姬 可以看到杰斯和剑姬的出现 那么也是看到了对方才给我换血卡冰线的原因 就是你拿了上合线肯定要过来搞我一下 剑姬的这个位置 感觉是不是想要找一个机会的 对方三段的折翼之舞 敲晕了踮起来最后一下没有能够拉到 补上了剑姬的伤害 对这一波可以说 瑞文是转的一打二还拿到了 是拿到来啊 所以说这一波 这位置有一点点深了 没有视野不知道阿拉夫这个时候正在赶过来 万豪是没有闪现的强行背过来 须翼红拳打出来 还行换了 是的那这一波其实中后期的团战 对方的输出点是少的 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是的 而且墨鱼其实RNG这里面可以说核心选手 杜朗互断嘲讽到了 直接跟闪现交大招 看样子杰斯是没法跑了 虽然有破剑者的加持 但是对方的人和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时候还好是个杰斯啊 做一个牵制 过来去争夺一下小龙的一个部署拳 爆出来了 这一波要强打一套 对万豪直接被带走 露露也是大招救下了自己 那少了一个关键前排 再加上杰斯又是一个 在这个期间 顶多只能打打Poker伤害的英雄的情况下 这条龙只能选择去拼城了 看一下剑机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进来 老龙他亲眼刀 赶紧再往前顶 抢到了 直接闪现走掉 也是躲架了这个加里奥的大招正义登场 但是后续奥拉夫 虽然被套了虚弱 强行黏一 地图啊 确实草丛里面都开了花了 嗯 二先锋已经刷新 那么奥拉夫也是已经提前落位 有露露大招的保护啊 这一波感觉 OMG也是很难挤进来 剑机是有一个双buff 只能够看一看 对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 打了个罩面 瑞文在草里面 哎 好像一个1 solo了 对 其实这个做法我觉得比较理智 然后剑机这波 狼龙的新眼刀和闪现被逼出来 因为你的剑机是打野 我要给你换完血之后 就意味着你拼成 你不太敢了 是的 好的正面 杰斯是直接被带走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火龙的争夺 好像OMG 没什么机会了 对 还是想打 毕竟两边的经济只差了1000块钱 我觉得正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火龙这边奥拉夫 已经开始一顿技能全部甩上去啊 并且成功的拿下了之后 那由杰斯来带会比较好一点 对的 长手去消耗一下 因为你要是正面 刚说完这不 背开了 把露露家聊的大招全部给到奥拉夫之后 直接是先打出剑机的精神之后 还是继续给到剑机技能 但是奥拉夫这会状态也不好了 要打个一换一嘛 剑机的回血刃 给队友带来了不错的一个会复能力 奥拉夫一直没有死 一直在吸血 一直在吸血 奥拉夫最终还是被万豪带走 不过这样子一来 瑞文的进场 莫格纳虽然来的比较慢 但是没办法 蝴蝶三杀一波暴走 也是让瑞文收割到了最后的一个人头 我觉得这一波可以看到 有着露露包括家里奥的保护的 此手 还有这个真理面纱 都是目前版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个装备 很多都是比较适合辅助的 比如这个中单露露 其实就可以做真理面纱 关键时刻给瑞文套一个盾 他以前是做钢铁烈杨之侠嘛 是差不多 而且金身又价钱了 直接磨到高地 高地中路只剩下一千斜 对 这个中路没法守了呀 瑟提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贬了一下 强行开嘛 开进去一个蓄意哄拳 但是队友应该救不下来他了 但是后续来看一下 家里奥又留下了莫格纳 莫格纳虽然交出了金身 但是还是被压起身 露露拿到了这个人头之后的RNG 想要一波 对方还有三个人在防守 一波的难度比较大 直接进步到两个 但是瑞文这个地方兵线已经到了 看要不要把上路的高地带了就走 差一下下这边 露露大招又保住了 家里奥也是过来给了一个大招 其实他们没有想一波 只是想把中路兵线和对方的人 拴在中路 同时让两条边线的人 把兵线推进来 但是这如果再掉点的话 就不好说了 是的 落这里交出金身 直接闪现还是没有办法 那最终我们要恭喜RNG 在第一局比赛中拿下胜利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等于